主次关系它是清晰的吧 是明确的吧 视觉中心在哪里 对不对 一二三 一串过来 是不是到这了 往周边走 紧弱 往后推着 这样子了 甚至这个葡萄 你往这里放 或者往远方放 那把杯子往这里 这个位置放到远方 都OK的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包括后面这种 同一是怎么推过去的 这种关系 你着急把他做怎么样 做墙对不对 然后面 不算了啊 这里没透颜色进去 哎呀 不满意 加一点 加一点这种颜色 我给他 坐坐进去 看那么实 就是压着这种松松的哭鼻了 好 你看这个手腕要灵活一点 好吗 胆一点 胆子要大 就怕色彩 就怕胆子小 好 然后往后面走呢 我们要灰一点啊 这下下 护起来 看我的弱对比里面 加一些小节奏进去 对不对 酷酷一顿加一点点 你看这个时候 哦 色调是不是就画好了 简单 你看 是不是垂面它是有颜色的 但是有变化 有能量的变化 有没有 看到没有 我是不是没有裁成一条 几个线啊 是不是啊 就要往旁边推亮 你看如果推着 这个颜色是不是 颜色倾向比较弱 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比 它是不是发紫 它是不是发绿 相对来说颜色倾向 那我就要加一点 这种蓝绿色进去啊 我要有丰富的颜色 来怎么样啊 加强我的画面 好不好 哎呀我就 我就长过完呗 调皮一点呗 对吧 好 哎 家人们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往这张安妇里面走啊 揉进去把颜色 你看做一些颜色 这里有什么东西啊 有紫葡萄 是不是有红色的 从它中颜色 哎 这个时候要偷点红进去 好不好 所以比随行走 行转 转过去 这些是个球体 对不对 这些是我行转色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有上下的空间 哎 这个就不会对比太强烈 好 像这种地方 一会儿我还要去把它加强啊 你们关心的画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立方体来画 好不好 我们往这种暗部里走 再带颜色进去 拉丝再带一点 你看它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方体 那么这里是不是 这种的连接线啊 这里是不是要把环境色呼应进去啊 它在什么色调里面 蓝色调里面 部里的花瓣 我要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暗部里面的花瓣啊 我要加上这个环境色 好不好 弱对比 看到没有 这里是弱对比 但是它的明度啊 你要让它含进去 就发得出来 又怎么样 收得进去 知道吗 冷色调你的苹果 暖一点 为什么 不告诉你们 你就这么画就对了 它就是你外面的那种灯泡 这是你得分点啊 好 往后走 这颜色是不是要减弱了呀 这个葡萄 它是含在这个蓝色调的头衣里面呢 出来是不是 豁然开了 它又转出来了 让它们自然过度一下 好不好 又有点带这个颜色 又有点带这个 一直换笔啊 你看我又一直大笔 一直画到底吗 没有 给你这么多型号 就是告诉你 画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用不一样的笔 好吗 收这个刀的形状 你看这样拉过来 一转它刀就出来了 光从这边过来 我们是不是暗部里面 加一点反光进去 转弯 转弯这个地方肯定是偏暖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葡萄呀 往瓶子这去走 肯定会偏冷 为什么 瓶子呀 对呀 行转色 越来越 越来越浅 把这个凹口加一下 你看这不就凹进去了吗 是不是的 好 然后呢 那这一步 你们可以看到 画面现在还缺点什么东西啊 缺点力量感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还不够清晰啊 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勾线笔 去在视觉中心做东西 把它卡出来 这里其实可以来一个画 因为它现在这里太平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干嘛呀 勾它画面当中的一个细线 对不对啊 主次关系 它是知青晰的吧 是明确的吧 视觉中心在哪 对不对 一二三 一串过来 甚至到达了 往周边走 紧弱 往后推远 是不是这样子啊 甚至这个符桃 你往这里放 或者往远方放 背子往这里移 这个位置放在远方 都OK的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包括后面这种 头翼是怎么推过去的 关系 然后去把它去怎么样 做墙 对不对啊 然后后面再去 提升程度啊 再去调整 懂不懂 能看到吗